嗨嗨 我是Chash 欢迎收看中止嗨爆 嗨爆中止 这是一个美术更新 带你回顾上个礼拜中华之邦战况的节目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赶快订阅起来 到了这个礼拜嗨爆的下集了 今天会来讲四支球队 那因为昨天六队都有比赛 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战绩 中信还是领先卫权四场胜差 卫权要打进肌肉赛的难度非常高 那中信现在要担心的是全联战绩的问题 统一最近打出了一波四联胜 现在全年战绩跟中信只有1.5场的胜差 明后天中信要跟统一正面对决 如果两场都输掉的话 那全年第一又会还给统一了 那这集就先来看中信 中信终于找到他们这季本土先发的解答 到了2024年 本土先发还是得靠郑凯文 9月的郑凯文出赛了四场比赛 三场从牛棚出发 一场则是礼拜一的比赛当成先发 这总共8点一局的投球 郑凯文没有丢掉任何分数 并且只送出一次的失坏球 展现出他相当强大的控球能力 这个礼拜天的比赛 预计会是郑凯文再出来先发 只是他最近七年多来 第一次投了超过五局之后 投一休五再次上场先发 中信说这周剩下的四场比赛 会是由三洋头加上郑凯文出来先发 要说本土先发的话 于谦上个礼拜在二军再投了一场六局无私分的比赛 不过很明显的 在这个真贯的关键时刻 中信对于谦没有足够的信心 宁愿让郑凯文再投一场 至于另一个本土先发许姬林呢 昨天是他桑玉归对后的第二次出赛 第一局面对张玉成跟沈浩伟 他就连续出现离谱的控球 后来就因为手肘不适提前退场了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桑次的严重程度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受伤 如果最后中信进到台湾大赛 教练团可能也不太敢用他了 打者的部分想来讲一下张志豪 他在礼拜一的比赛 11局上半上来代打 一发仰角相当高的两分炮 帮中信锁定了胜利 其实从2021年开始 张志豪就不是固定先发的球员了 一年就大概打个一两百个打席左右 可是他的成绩还是很出色 除了2022年打得特别差之外 其他三年的OPS Plus 大概可以打到130左右 今年虽然打席率掉了一些 但是他的长打能力没有掉 纯长打率甚至还比前几年更高 跟张育成是同等级的 在整个联盟也只输给摩英 虽然他这两年的挥空率也上升了不少 可是他的挥空率有换来大量的长打 这是非常值得的啊 他现在就是一个长打怪物 加上张志豪的选球能力也很不错 他现在已经变成是 丹联盟流行的三纯打者 高三振 高保送 高长打 这样类型的球员在台湾比较少见 因为传统的教练都不太爱这样子的球员 他们更喜欢挥空率低 能够把球往反方向碰的打者 他们觉得 这样打者就算出局了 也能够帮球队做出贡献 但是张志豪这种靠着大量拉打 来增加急球出速 并且疯狂把球往天上打的打者 更偏向是大联盟的主流特性 尤其面对强力投手的压制 要做出串人的安打并不容易 你就需要张志豪这种类型的打者 来一棒定胜负了 现在就看到卫拳 卫拳最近的战绩一普普通通 一直拉不出一波连胜 没有办法缩小跟中性之间的差距 随着圣野的场次越来越少 连霸之路的大门已经渐渐关上了 不过上礼拜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性感大叔伍多 已经达到了足够累积年资的投球局数 成为第二个达成罗利条款的人 确定明年球季 不再受洋将资格的限制 他会被视为本土球员 跟罗利不同的地方是 罗利在变成本土球员后选择退休 只有形式上在隔年投了0.1局 而伍多则是还会继续投球 叶军章已经证实 伍多有明年的合约 会继续留在卫权 虽然伍多已经快满38岁了 接下来持续退化的风险高 不过伍多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控球能力优异的投手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三正能力了 还是可以制造大量的滚地球来解决打者 他今年的滚地球百分比 排在全联盟的前5% 我认为他这种类型的投手 不会退化的太快 应该如叶军章所说的 还可以投个两三年 而且不受洋将限制之后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出赛机会 那在打者的部分 来提一下最近夏俄军的郑凯文 他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张志豪一样 也是高三正 高保送 高长打的三纯打者 不过他的成绩 是比张志豪差上不少 只是形态类似而已 这种类型的打者 本来台湾的教练就不太爱用 竟然他之前又待在 外野战力充足的统一 上场空间少之又少 原本想说他今天来到 外野攻击能力超级薄弱的卫权 应该会得到不少的表现机会 结果到现在 也只拿到71个打席 成绩还是很有他的特色 打击率不到两成 但是上累率接近三成 而且有长打能力 看纯长打率的话 在队上仅次于吉利吉捞 那如果是看 象征攻击能力的OPS Plus的话 郑凯文在龙队的外野里 仅次于郭天信 卫权就是一支 外野没有攻击能力的球队 整队没有一个外野 有办法打超过联盟平均 所以郑凯文的成绩还能排到第二 那说既然郑凯文的攻击能力 在卫权外野能排到第二 守备能力也不差 为什么卫权不重用他呢 我觉得既有可原啊 郑凯文的年纪也不小了 他如果只是打出 跟过去几年差不多的成绩 那也只是比卫权的外野手好一点而已 没有非用他不可 给其他还有更多生长空间的外野手出赛更好 郑凯文顶多就是担任 这支球队的外野深度 跟他同年龄的外野手 还有陈品杰 陈品杰这两年是打得非常糟啦 可是他在业印章手下 打球已经很多年了 教练一定都会有自己比较爱用的球员 如果郑凯文没有能力 打出更明显的优势 那抢不到上场空间 我觉得也是蛮正常的 接着来看乐天 乐天在上礼拜四的比赛 上演的惊天大逆转 第二局一度0比8落后 后来一路反攻 在七局下打出一个七分大局 最终以13比8逆转打败中信 是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比赛 这刚好呼应到 九月初陈文杰到野的事件 当时台刚在九局上顶线6分 在防守球员放弃过瘾的情况下 一垒上的陈文杰倒上了二垒 这个倒垒后续引发了 很多关于潜规则的讨论 也就是所谓的 赢太多就不要再做积极抢分的战术 这过去我们也讨论很多次了 我觉得这条潜规则 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不过对于这条潜规则 不止乐天总教练苦酒宝表示 只放球员打球这么久 应该都知道这些潜规则 后来新闻也有问了 叶俊章 洪一中 平野 基本上讲法都差不多 甚至当事人陈文杰还自己认错 隔天去跟古旧宝道歉 不知道为什么 宗旨对于潜规则这么的认同 那天自己就示范了 以他们的攻击能力 绝对是有办法 单局把比数给翻过来的 那讲回乐天的球员表现 今年饱受伤兵所苦的乐天 上周又再度出现伤兵了 而且伤到的都是主力球员 林铜玉被赖住人丢了一颗头部素身球 那球在现场听到的撞击声有够大 后来检查出来 林铜玉有脑震荡的现象 虽然现在还放在一军的名单里 不过在那场比赛之后 就没有再出赛过了 而另一个受伤的是朱玉贤 他在守备过程中撞上了旋轨打墙 隔天也就暂时休兵了 隔天的比赛我也在现场 看到乐天的先发打线出来 哇塞这条打线 跟过去我们印象中的乐天差距有点大哦 可是乐天今年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不管他们出现了多少的伤兵 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那场比赛他们还是把布方给打掉了 乐天现在最关键的 是明后天对上魏玄的比赛 这两场如果都能抓下来 就差不多锁定季后赛资格了 最后来看到放眼未来的台刚 台刚现在全年战绩落后富邦六场 明明的状元切恩很稳了 不太需要担心 如果最后战绩接近的话 比赛要怎么打 那星人王的超热门人选曾子佑 本来又想要拼拳琴的企图 可是他上礼拜在赛前练习的时候扭伤 最终休了一个礼拜 才在昨天的比赛回归 全年战绩对他可能是一个象征性意义 能理解他会想要拼 不过他最后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没有在受伤的情况下 还硬撑着要上场 然后台刚这边 我们来提一下郭富邦 他今年季中通过交易被卖到了台刚 至今也打了将近100个打席了 成绩只能说差强人意 就算跟同首位的杜嘉明比 成绩也没有优势 加上他的年纪 还比杜嘉明大5岁 等明年吴念廷回来 台刚只要再练出一个可用的年轻类野手 郭富邦的定位就会越来越尴尬了 例如这日子台刚 就给了陈飞玲很多的出赛机会 他今年在二军的成绩超好 OPS打超过0.9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 把成绩转换到一军成绩 这种就是继续给他吃打习数 不然让他继续屠杀二军 已经意义不大了 要不断面对高成级的投手 他才有办法适应一军的强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边 最后一样附上本周赛程给大家参考 中值还报 还报中值 我们下次见 拜拜